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戶說Yes 台北股市即將快要封關了 那麼我都會建議各位 我說你過去過這一年 你如果做得不是很順利 或者是指數從1萬8 跌下來的過程中 這一年來 很多人往往股票套在手上的 你現在手上或許就有一些 是在當初1萬7 1萬8追上去之後 經過一年的修正之後 其實有些標的可能你賠了三成五成 甚至更多的 那怎麼辦 其實我認為就是說 我們也不可能跟你說 你的標的現在馬上就要全部漲回去了 不太可能 因為時空背景不同了 有些個股的籌碼不同了 或者是公司的 可能營運上面的基本面的變化 庫存太多了等等等等 都會造成股價可能難以 回到一年前的水準 這是事實 所以我不可能講一個好聽的 讓你想要聽的就是股價 你的放心一定會上去 不太可能 不同公司期間也不同的時空的背景之下 股價的反應是不同的 但至少我可以告訴各位的是 這麼多這一段時間以來 所有遭遇 當初在1萬7 1萬8追 股票追上去之後 沿途股價修正 你去買去低階 低階之後又更低的 一路沿途買沿途套牢的 這些投資朋友 我都會告訴你 其實你此時此刻能做的 不是去回頭一直看 你去年失敗了什麼 挫折了什麼 你此時此刻你記得要向前看了 可是向前看要怎麼做 做法要先改變 當你願意去改變做法的時候 你今年2023絕對不會跟去年一樣 前年一樣 絕對會比過去來得好許多 會好非常多 可是問題是 你要改變做法 那什麼叫改變做法 改變做法就告訴你 你從一開始的 一出手的選擇 就不一樣了 那代表你的做法就改變了 因為你只要 股票買賣 其實我們講真的就是說 我只要一買賣 買進成交道 結局是對錯輸贏 就確定了 只是你還不知道 對不對 那這筆交易到底是對的 錯的 還是能夠賺大的 賠多的 你根本那個當下 只要一成交 就成定局了 只是你還看不到未來 那我們要如何讓自己 我一成交到 我就能夠有十足的把握 我這筆單 我會賺錢的機率很高 對不對 所以我要你改變做法 就是朝這個方向去走 如何讓自己 在今年2023年的 每一筆交易成交之後 自己很有信心 那筆單 獲利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獲利率非常高 今年的你成功率太高了 今年你說你賺不到錢嗎 可是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去確定說 我今天我成交這一筆單之後 我獲利率很高 我十足把握 我有十足的把握 我這筆交易 我會獲利 只是說我賺的賺多或賺少的差別 可是對各位來說 賺多賺少沒有關係的 只要賺就對了 對不對 我只要每一筆交易 我都賺到錢 那差就差在賺多賺少 至少我可以肯定 我今年是在累積財富 我總支場我會增加 所以我要各位 現在才年初 才剛開始 年初才剛剛開始 2023年 你要決定改變做法 那怎麼變 你不要亂變 那我之前是怎麼怎麼做的 那我現在就怎麼怎麼做 我應該會成功 那是你自己個人認為 改變做法是要完成改變之後 我能夠確定 我今年會成功 我今年開始這樣做 是不一樣的 你能夠肯定這件事嗎 我可以告訴你 我引導你去走一個方向 利用這個做法 可以肯定 你今年會成功 你今年開始會 相較於過往 你今年其實是在 資產沒有縮水 今年資產是膨脹的 那怎麼做 怎麼做 其實我們用最白話 其實很簡單 你跟著大戶走就好 這個市場就是如此 那你說什麼叫大戶 大戶的定義是什麼 有可能 它是真的是市場的主力 有可能 有可能 它是公司派的 有可能是實戶 有可能甚至是大股東 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把它總括來說 我們用大戶來定義 這種特殊買盤 這種大戶來定義 這種特殊買盤之後 我們發現 這種特殊買盤 進場之後的標的 它不會立即起漲 但是它終究會漲 那終究會漲 漲之前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件事 這四件事 這種特地買盤 我們統稱為大戶 但它進場之後 進去買股票之後 那一檔標的 往往最後一定會漲 可是在真正最後要漲之前 它必須會經歷過 先墊高 然後甩轎 最後點火 那點火一點 就起漲了 那只是差別在於說 那個點火漲多少 那個點火漲多少 所以我說 我們只要能夠在 點火的同時 一起進場買進 你漲多 漲少 那我就是賺多 賺少 所以我們就是告訴各位 你就是要鎖定 點火的那一天 買下去 買完之後 就是會開始向上爬 那向上爬 爬多 爬少 就是我賺多 賺少 所以你只要這樣做 你發現你今年的成功率 非常非常高 你今年資金會開始膨脹 你只要等點火訊號 你就出手 大戶進貨之後 最後終於要點火了 你趕快進場 他每一次 在波段過程中 他每一次點火 你就買 就是有價差給你 下一次又點火 你再買 又有價差給你 你說那 到底實際交易 是怎麼回事 上禮拜我說 我們做這場標的 先行佈局之後 因為他點火之後 我們就跟著佈局了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開始向上急攻 上週我們就給他公布了 對不對 上週我們就把它公布 是哪一檔標的 綠界科技 代號6763的綠界科技 第三方支付 金流的個股 綠界科技 1月12號上週 漲停板 一張就賺超過10萬塊了 股價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為什麼買 在這邊 我說我們做任何一個交易 任何一個行為 我們帶進 任何一個 背後都是有原因跟理由的 這裡有一個新興的訊號 有沒有 代表這一天 就是大戶進貨之後 點火的日子 你只要跟著在點火的位置 你跟著買進去 他就會有一個價差出來了 這裡是不是一個價差出來了 大戶在哪裡進貨 在這裡進貨 這三根黃K線 底下是不是有進貨量 有沒有 所以我說當特定買盤 我們統稱為大戶進去之後 通常會怎麼樣 先墊高 墊高之後甩叫 甩叫之後的每一次點火 你都可以買進 買進 你每一次跟著點火買 你就會有價差賺 每一次跟著點火買 你就會有價差賺 只是每一次點火完之後的 價差大跟小不一樣 但至少你多跟少 對我來說沒關係 我都能賺就好 懂了嗎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當你願意改變做法 而且改變 朝正確的方向去改變做法的時候 就會如我所講的 我對我每一筆交易 我買下去之後 我都有十足把握 這筆單我們又可以賺錢 我又可以賺到一筆價差 而這個價差多跟多少 多寡 那每一次的機會不一樣 你知道每一次的價差 都有三成五成 每一次都有 不可能這樣講 有可能這一次的價差 可能只有15% 那下一次可能30% 不一定 但至少我們要的是什麼 結果嘛 結果要賺錢嘛 對不對 所以當我的做法改變之後 結果就改變了 那今年絕對資金 資金膨脹沒有問題 所以我鼓勵各位去改變做法 但你不要亂改 你要有邏輯的 正確的方式去改變做法 從現在開始你只要每一次大戶 點火訊號出現那一天 你跟我一起買進去 那你從那一天開始就 價差就開始慢慢慢慢給你了 那有些股票或許他可能 點火之後他不馬上 他不馬上急拉強攻 他可能先醞釀幾天之後再攻 你一樣嘛 我還是賺 他怎麼點火怎麼拉 怎麼走上去 那只是過程的方式 手法不同 可是最終結果價差一定有 那一定有我就一定賺 我們就抓這一點 好不好 所以你看 上週我跟你公開的 因為他拉出成本漲停板了嘛 成本整個大幅拉開了 我們就把它公開 那第一天拉上去漲停板 一張最少賺10萬塊了嘛 在隔天又大漲 隔天又大漲 你看 從K線來看就更明顯了嘛 是不是已經從這裡 點火這邊點火 拉出一波上去了嘛 從點火這一天 訊號出來 那這樣上來呢 你知道這樣賺多少嗎 這樣一個上來 轉折 買點火轉折的位置 買轉折嘛 所以你上週這一天 回頭去看我買的那一天 點火的位置 它是不是一個轉折的位置 是不是 所以買轉折會不會賺 一定賺 那你竟然都能夠抓到 轉折點火的位置了 你說你今年賺不到錢嗎 所以為什麼你買這種位置的人 你有十足把握 你這筆交易你又會賺 有沒有 點火之後 向上衝個兩天 又打回來 你以為你失敗嗎 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手法的問題 最後的方向 它的方向已經確定要上去了啦 OK 所以你買點火的位置 買轉折的位置 你當然是賺錢嘛 那這一筆交易我們賺多少 396到497啊 一張大賺多少 10萬塊 五張賺50萬 十張賺100萬 一張成本不到40萬嘛 對不對 你說老師我資金很少 我只買一張 一張成本不用40萬 在這裡買下去買一張 拉上來 賺多少 一張賺10萬塊 你的總資金多了10萬塊 這叫價差 有沒有 買轉折賺價差 買轉折賺價差 而且是跟著大戶單 買轉折 點火 賺價差 這一個價差上去 到上週一張就賺10萬塊 而這一張成本不到40萬 就抓40萬 40萬賺10萬塊 對不對 買五張呢 大概200萬成本 200萬的本金賺50萬 就這樣子上去了 你買在轉折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對不對 所以照我們的做法做 你每次買都買在 修正之後的轉折 修正之後的轉折 你買在轉折 怎麼可能不賺錢 資金再多一點的 買10張 成本大概400萬 400萬賺100萬 200萬賺50萬 一張只要40萬 40萬賺10萬塊 你有沒有資金 都不是問題 問題是你能不能買轉折 今天大盤還是不錯 封關前大排杯股市表現 都算不錯 可是問題是 你能夠賺錢的人 你一定是之前有先做準備 譬如說這個 這是我講的 你能夠賺這一波的人 這一段價差的人 你一定是什麼 幾天之前你有先做準備 了解我的意思嗎 什麼叫事前做準備 才能夠賺錢 我已經講過了 你譬如說到這天來看的話 已經幾天錢了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你七天前有做了一個準備動作 點火轉折 趕快去買 你七天後 一張賺10萬 五張賺50萬 十張賺100萬 七天的時間 你七天的時間 賺這樣的獲利 能不能接受 對不對 你說我花七天的時間 七天前我買了一檔股票 七天後我賺了10萬塊 買一張 我七天前買一檔股票 買五張 七天後我賺50萬 可不可以接受 我七天前買一檔股票 買10張 七天後我賺100萬 可不可以接受 這樣的操作 績效 你能接受嗎 如果你覺得這樣做是對的 可以接受 那我們再看 今天我們的標的又漲停 可是我不是今天買 我不是昨天買 幾天前就出現買進條件了 人家就點火訊號 就擺在那裡了 你要不要買 幾天前 來 今天漲停板 今天漲停 哪一檔股票 8478的東哥 東哥游艇 他是不是修正下來 修正下來 轉折到了沒 其實賺價差的人 就是賺什麼 就是在比 你能不能買到轉折 對不對 你能夠賺到價差的人 就是比 你在轉折的時候 你買了沒 你怎麼知道他轉折到了 有憑有據 我們帶進 1月6號這一天 這一天 是不是訊號給你了 修正下來之後 一個轉折的 點火訊號出來了 轉折點火訊號出來 這一天 請問你買不買 買完之後 經過了一天兩天 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 今天第九天 今天第九天跑到這邊來了 給你九天的時間 來 賺多少 44塊價差 今天漲停 從1月3號 300塊 點火轉折買進 有沒有 1月3號就這一天 點火轉折買進 到今天 漲停 價差多少 44塊 一張 買一張的時候多少 成本30萬 你30萬買一張 9天之後到今天 賺多少 1張賺4萬4 已經賺4萬4了 買10張賺多少 44萬 9天的時間 我們來再算一次 買的當天 如果你算進去的話 就是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8天 9天 今天算第10天的 10天 10張就好 10張 10天賺44萬 1張賺4萬多塊 44塊價差 1張而已 買進1張 只要30萬 買進1張 只要30萬 30萬 到今天 1張賺多少 4萬4 10張 賺44萬 5張 5張呢 賺20多萬 就這樣子 10天 的時間 這10天來 你做了什麼 你可能做了很多很多 很多的動作 可是這10天來 我們這群客戶 只做這一檔 已經賺多少了 44塊價差 所以你根本 不要變來變去 換來換去 買來買去 你就是等 我今天來了之後 最新的 被點火的 轉折訊號的股票 在哪裡 來了 我會通知你 你就跟我們一起買 你就這樣 一檔一檔的 穩穩的 跟著大戶 點火的轉折 訊號出手 買這種位置 因為這種位置 你買完當下 你可能不知道 可是過了幾天之後 你回頭一看 你是不是買了轉折 買的當天 你絕對不會跟我說 老師我們今天是買轉折 一般人不會這麼厲害 一般人不會這麼厲害 說這是轉折 不會 一般人絕對是 事後回頭看 我們當天買的是轉折 一般人的轉折 定義是 過了之後回頭看 那是轉折 可是真正的操盤人 不能過了回頭看 是當時正在發生 轉折確認那一天 我們就帶你出手買 所以為什麼 我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 我今天我帶你 做了任何一筆交易 任何一筆單 我們有十足把握 那筆單我們會賺到價差 會賺錢 這賺多少 我不敢跟你保證 但至少賺多賺少 我們買在一個轉折 那你這樣的做法 你說你賺不到錢嗎 你的結果沒辦法改變嗎 改變結果 朝對的方法去做 結局就改變了 所以今年我鼓勵各位 就一件事情 改變做法 你從你的買進的做法 改變之後 結果就不同了 你想再多都不用 都不用像過去想那麼多問題 你想了再想 想了再想 你做法沒改變 結果怎麼會變 所以你看 我鼓勵各位就這樣做 只要你願意改變做法 結局一定改變 2023我們就一起 跟緊大戶累積財富 各位 這個累積財富 我們一起 不是你累積財富 不是我累積財富 是我們一起 做同樣的動作 我們一起 跟緊大戶 累積財富 今天漲停版的 東哥遊艇 你看 這個是綠界科技 一張賺10萬 五張50萬 十張100萬 這個是東哥遊艇 今天漲停 這一段價差又來了 是不是又買轉折 買轉折 賺價差 今天44塊加到 10張44萬 5張賺22萬 資金不多的 一張30萬成本 也賺多少 4萬多塊 快5萬塊 資金多資金少 都不是輸贏關鍵 輸贏關鍵在你的做法 變了沒有 改了沒有 今天剛好是 我們現在快封關了 我們只有兩天時間 兩天時間做什麼 一年到頭 一年到尾 最大的優惠 最大的優惠 就這兩天 要封關了 要封關了 再不給你最大優惠 何時給 那我給你最大優惠 是告訴你 利用這個最大優惠 你搭上最大優惠之後 來年 明年 農曆年回來之後 你就開始好好的 開始我帶你 買轉折 賺價差 農曆年回來之後 你就一切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只有給兩天 一年到尾 最後這兩天 全面給你最大優惠 我帶你買轉折 賺價差 從明年 農曆年回來之後 你重新用新的做法去做 開始賺錢 用最低門檻 開始賺錢 另外另外有一件事情 不用急 我要跟你分享 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份資料 這一份資料 裡面有三檔股票 我認為 農曆年回來之後 你會發現 這三檔股票 都會拉出一個轉折波段 轉折價差 一個轉折波段上去 所以你買任何一檔都可以 你資金多的三檔 你全買都可以 這三檔股票 我跟你分享 今天把電話撥通 這一份資料 三檔股票 我要跟你分享的資料 如果你要跟著我操作 我帶你操作的話 我給你最大優惠 一年到尾 最後兩天 三折優惠 請你把握 現在趕快撥電話 我們待會再回到 節目現場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所以農曆年回來之後 記得改變一個做法 只要看到 大戶的轉折的 點火訊號出現 我們就進場 賺價差 這是上禮拜跟你公開的 你看成本一拉開 我就跟你公開 幾天之前 我們買了一檔股票 它叫綠界科技 因為它出現轉折訊號 大戶進貨之後 一點火 點火訊號 轉折訊號一出來 你就進場 所以接下來你會發現 你接下來 今年開始 每一檔標定你去出手 都是在這種轉折的位置出手 那你說你會不賺錢嗎 你是不是可以賺到價差 只是差別在於 每檔標定轉折上去的 價差的幅度 可能有多有少 可是有多有少不重要 結局都是賺錢的 那你最後的總資金 是不是可以增加了 對不對 你的資金可不可以越做越多 你買的張數 是不是可以越買越多張 那增加速度 是不是可以加速度加快 對啊 所以當你一開始 就這樣做的時候 你今年就沒問題了 你不要今年一開始 又是用你過去的隨隨便便的 亂買亂抓 那你今年想要尋求改變 一樣不容易 你只要能夠買的轉折 絕對沒問題 要獲利就沒有問題 那今天你看漲停板 東哥有體 他也不是莫名其妙漲停 你不能今天才買 各位 你不能今天才買 我們1月3號這裡買 轉折訊號就來了 你乖乖的去買 他故意給你洗幾天 你根本不用在乎他 因為方向已經確定了 轉折確定了 懂嗎 所以該你賺的就是你的 到今天你差了44塊價差 10張賺44萬了 8 9天的時間 10張賺44萬 5張賺20幾萬 你說你今年資金 沒辦法增加嗎 不可能 所以改變做法 是目前最重要的 你要結果改變 你第一步你就要不同了 可是第一步要怎麼樣踏 是踏得最穩的 看你買在哪裡 你買在轉折 你怎麼會 你怎麼結局是資金縮水呢 不可能 而且你這樣做之後 我穩穩的 我一次一檔 一次一檔穩穩做 每一個價差拿到之後 再做下一檔 沒有問題 那一年到尾 最後兩天了 那最後這兩天 看到我的節目的 我通通都給你最大優惠 通通最大優惠 今年最大優惠了 就只有兩天 那來年 一整年 我帶你買在轉折的位置 你一檔一檔去賺價差 你一整年下來 怎麼可能賺不到錢 把握這兩天 用最低的門檻 未來來賺大錢 那另外一件事情 你可以撥電話來索取這份資料 上面有三檔股票 是我認為 年後會轉折一波 轉折一波 轉折一波 你買任何一檔 我認為都可以 你要資金多的三檔全收也可以 反正這三檔 一定會給你帶來好運 把這三檔金兔帶回去 這份資料 甚至你要我帶你操作的 請你把握最大優惠時間 加入我們 我帶你買轉折 賺價差 祝福大家 今年一定大發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會不會有客人的財務 Kafka 在他身為誤會 拍攝 你最喜歡的資料